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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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剛才你們大家的談話之中 我現在知道誰是更年期 誰是更年期 Dudu是更年期 就是過了 我是 你不重要 真的 你就是接近 現在這個節目不是 只是一個人 是真的 如果這個節目出外 有人又在寫 誰是更年期 這個真的很不成熟 其實是年年的歧視 你沒有跟時代一起進步 他不明白這件事 是一回什麼的事 純粹 你不是說他嗎 那麼多位 我們剛才也說過 到我們這個年齡其實有很多煩惱 我們自身來講 更年期可能有些病痛 其實我們上有父母下有子女 譬如可能你的父母 已經開始踏入老年 可能有這個老人癡呆 可能有很多病痛 要摸錯 你要擔心 然後你的子女 可能在做事 可能要去結婚 他又足不足夠錢 有很多事情要去犯 姐姐 這個話題真是很有意義 以及很深入探討 但是未之前我想說一點點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又再重複 不是不是很特別的 我帶了一些道具來的 就怎樣呢 上一次我在這個節目裡說 說年紀大 擔心的人就是下巴倒 之後很多人問我 怎樣做 那我今天就帶了來 包你的臉就很堅挺 就不會倒閉了 即是沒有碰你的 你們如果要用 我相信你 我可以送給你 真的 那這裡就收緊了 收緊 那你就不會鬆 我覺得它有點像頸固 你是不是每晚睡覺都會用這個 是呀差不多 因為我現在六十多歲都會這樣 但你睡覺 你不會這樣 你應該是要倒閉 怎會更加固 睡覺很辛苦 不會呀 一點也不辛苦 這個你自己做的還是買的 你自己做的 有醫生給我 原來我再copy 有醫生給的 沒用 你們不要要我送給你們 OK 沒有很多聖誕禮物 我收到了 不要緊 多謝你的好介紹 剛才就說 很多人面對很多不同的年齡 我們這個年齡有很多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Isabella 你有兩個女兒 妙齡女郎 是不是這樣 有時候報紙我們都看到她的新聞 其實你自己的內心是怎樣 怎樣去教她們呢 我兩個女兒就特別 她們多少歲 現在一個二十一一個十八 但我現在說很多年前 我大女兒就特別是 那個性格很獨立 還有很強的 我記得她離開 她15歲去英國 12、3歲她出街 譬如我有些地方要跟她買去 她可以面上畫一顆星 是不是因為她在外國居住 不是她還沒去 我還沒去 那時候還在香港讀 一個傳統的女校 她可以面上畫一顆紅色的星 跟我去街 我說 挺漂亮 下次跟媽媽去街 可不可以不要 她覺得跟我哥好像距離很大 就是她曾經說 有時在電視看到一些不覺醒 或者什麼 我說這個什麼 我說幾句 然後說 你看看你 你看看媽媽 那些說話很傷 那幾年是特別辛苦的 因為她在轉變 然後她可以由一個好男生的打扮 突然就變成好女生的打扮 可能突然間有條裙 或者褲很闊很長 突然間穿得很短 即是很變化很大 現在的關係又沒有康復 現在也是 這幾年好很多了 直到18歲開始好一點 那我一路一路 我就是有很多時候很大的掙扎 就是朋友你可以少一點見 或者是 但是親人 你不可以說 你去哪裏我放棄你 不行的 那它是一個令到我 人生裏面 我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學很多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放棄 但是你要怎樣去面對 怎樣跟它相處 一樣有女兒 就是Maria 你有沒有面臨什麼問題 我十三歲 其實是今年開始 年輕人 年輕人 開始有點叛逆 死了 這個節目可能會看的 我不會說的 都不要緊 你講你的心聲 讓她知道媽媽要關心她 關心她 她今年開始有點變化 但是她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 如果她十三歲 跟我自己 當年十三歲比 就OK 她也很乖 算是很乖 她可能今年青春期 我就開始留意她 看很多愛情小說 今年年初 我就走到她的 blog 看她的 blog 就看到她寫了很多什麼 愛情 十三歲 愛情在哪裏呢 還有一段 不知道大家能否說 她說 我身邊的全部都是垃圾 請問我的愛 Where is my love 我期待 很可愛 所以我就回到她的 email 請你保持期待 不要付諸行動 不要拍拖 我也擔心 但是 你有沒有跟她聊天 有有有 我問她是否很期待 是否很願意拍拖 說說而已 不過之後 她不讓我再入她的 blog 現在把我的名字 收到 那些是有女兒的煩惱 有很多是有兒子的 例如小欣 你有個寶貝兒子 那怎樣呢 那個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我姐是十五歲 十五歲 十五歲 六尺 幾乎 差一串 很英俊 我不可以說她 她很多同學的媽媽 會跟她的同學說 我就慘了 她就會說 為什麼你又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去說我呢 所以我不可以說她 我只可以說我一個做媽媽 那個心聲 就是我很多時候看著她的時候 我就想回自己了 我十五歲是怎樣呢 然後我看著她 其實我十五歲的時候 我比她更甚 就是那種的反叛 那種的搏嘴 一言九頂 就是說一句 頂你九句那些 那我就 我就開始要 自己 落回那套戲 去自己 和自己 做調 要調教 即實質例子 我不可以告訴你 不要問我實質例子 不是呀 茶小姐 我想問 為什麼你會生到一個六尺高的兒子 嘩 好神奇 好奇 嘩 這個就是DNA 其實我DNA都是同六尺的 嘩 嘩 嘩 好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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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她十五歲 那你有沒有真的跟她談一下 你將來做什麼 有的 有的 最近我們談得很多 因為她今年考會考 因為她讀外國學校 她現在考會考 我們就需要去說她 因為她選科 是會影響她 跟著做什麼 當中有很多爭執 有很多商量的 唯有是 告訴她 你做這件事的好處 做那件事的不好處 只可以做分析 因為我們做 其實我們做家長 在這一個年代 我們只可以牽著她 即我們不可以牽著她的手走 只可以告訴她 如果你這樣走 那個結果可能是這樣 這樣走 可能是這樣 你只可以做一個分析性 我們就好像一些投資富民 話說回來 就是一個單親文 會不會特別辛苦呢 會的 其實也會的 因為做另外那個 老爸那個 因為 武堅負職 是的 武堅負職 其實因為有時 就是 有時分擔你做醜 我做好人 是不是 就是大家的角色 但是我現在 很醜得你做 是的 現在兩個都要做 但是呢 幸好我兒子 就遺傳了我一些 比較樂天的性格 樂觀一些 所以經常都嘻嘻嘻 就是有時 就是 很多時候我就跟她說 兩母子就沒有隔夜仇 有什麼不開心呢 你呢 罵完你 罵到你怎樣 有時呢 罵完她之後呢 你知不知道我睡在床上 我心痛 是的 我心痛 我罵得她這麼狠呢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呢 但是 你知道 火山爆開的時候 就收不到掣 那我就跟她說 我說如果媽媽真的 罵得她的語氣重了 或者我罵得你 就一定是你不對的了 通常我們很民主 就告訴她 如果我做錯事 我罵錯事 我說say sorry 就是說如果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不要隔夜 就將她對著廁所 你一不開心的人 就將她對著廁所 跟著呢 趕在馬桶上 然後衝過去 其實Percilla 是的 她最近說了一個經驗 我不知道她肯不肯分享 就是你生日的時候 她寫了一封信 你說很感動的 很感動的 我的個案有點不同 就是我是第二次結婚 成年 Consider我有三個小孩 一個是30歲 一個是22歲 一個是20歲 一個是我生的 她很小的 六歲就已經離開了 我就去了加拿大根條Daddy 她最近回來跟我一起住 我跟阿Dew分享 就是我生日 剛剛過了那三天 她寫一封信給我 那封信裡面 就是寫她對我的感覺 那是多少歲 22歲 22歲 但是她寫完之後 我看完那封信 我覺得是比任何的禮物 都更加珍貴 因為她說了她對我的感覺 我為她做 因為我這個兒子 是不出聲的 什麼都不說的 其實她性格真的很像我 什麼都自己硬撐 頂住 那種 她不會和你分享 就問了什麼 OK OK 其實她自己可能是 在受很多的挫折 很多事情她不會說 但她寫一封信 她就說 我對 她對我的感覺 我為她做的事 她在封信裡面說 她很感受 但是這個是修成來的 之前我想我們做每一個做父母 都可能經過那個階段 我也跟很多朋友分享過 無論你有幾 就是兒女多少歲 其實有一段期間 那些小孩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惡魔 那個惡魔就是 我們所謂的更年期 他們有一個青春期 青春期會做一些行為 是很古怪的 反叛 很反叛 就算你平時很疼她 也很愛她 她忽然之間就會變成 好像跟你是仇人那樣 又不跟你說話 又很討厭你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對她付出百分之百 但是她也是這樣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氣餒 她一旦過了這個階段 她會變成一個人 她又摸摸摸 就會變成一個 其實我是很… 你很… 不過那個時候又不懂得說 又不懂 那你就覺得又回來修成期 但是一定要捱過去 千萬不要在那個時候 就覺得沮喪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就說一下 為什麼有些又不生兒子呢 想和你媽媽說 她也跟我說 是的 譬如她想做模特兒 她也有問我的意見 我覺得OK 我們倆 誰那麼聽雅姐話呢